好,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個影片 酒精燈的使用 要準備 酒精燈 要有酒精 要有漏斗 要有火柴 還有一個銘子 然後你就知道會做什麼用 他要你擺在一個平穩的桌子上 不要搖搖晃晃 他說你那個心偷出五公里 有的書上寫三公里 反正是有點長又不會太長 然後那個心要充分的浸泡在那個酒精裡面 沒有浸泡它容易會變黑 請檢查酒精是不是完整 燈有沒有破損破裂 燈罩有沒有是完整的破裂 他告訴你說要裝七八分滿 七八分滿 然後不要太少 這就太少了 少於三分之一 這太少了 他就要添加 剛才講過怎麼添加 他用什麼添加 鑷子把它拿起來 然後用什麼添加 漏斗 用漏斗添加 裝到七八分滿 然後叫你把那個燈罩放旁邊 這樣要面的時候比較快 比較容易拿到 這杯水當我有用 這杯水當我有用 那本就看圖就知道 它什麼用 點火 日本人比較挑剔 他要從下方靠過去點火 不要從上面 從下面靠過去點火 我們台灣沒有這樣強調 然後他就把那個火柴丟到水裡面滅掉 台灣人也沒這樣做 不要把它拿起來 不要去那搖晃 穩定的這樣移過去 然後再火焰大概三分之的 剛剛燒 這以前有加什麼外焰 內焰燕心 要用外焰加熱 現在國中已經沒有了 剛才有穩定的拿出來 不要拿起來 不要到處晃 然後呢把它 再用燈罩蓋洗 不要用嘴巴吹 然後如果你加熱時間很久很燙的時候 就蓋滅掉就先拿起來 先放旁邊 等到它冷卻之後再把它蓋起來 放在一個穩定的場所 桌面 燈心五公里 有人寫三公里 心要完全浸泡在酒精裡 檢查是不是完整有沒有破損 然後呢七八分滿 然後呢用落斗添加 再要把燈罩放旁邊 讓我比較快用 再要你用 從下方把它點著 點好 這是告訴你 不要用酒精燈點酒精燈 這個是告訴你 不要用酒精燈點酒精燈 然後呢穩定的移過去 不要拿起來 不要晃 然後 再用三分之二火力去加熱 這個東西現在已經沒有了 然後呢從斜斜熱把它蓋起來 不要讓嘴巴吹 OK 長時間使用 蓋住 面料放旁邊 冷了之後再蓋回去 是這樣 就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酒精燈的使用的狀況 用那個日本的實驗影片 來跟各位做說明 OK OK OK